第23题,23、24题是题主,罗毅利用谦虚电池进行电镀实验,他想在铁片上镀银,装置如右图所示,是回答下列第23、24题,第23题是问,关于本实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晓得,我们要能够镀铁上面镀银,所以铁要接在负极,因为我们的银呢,金属是在负极生成,所以银呢,是要去接正极, 那么正极就是二氧化千极,所以银片要接在二氧化千,所以选项B是错的,那么接在二氧化千,二氧化千是正极,正极我们上课的说法是所谓的正电流出,也就是所谓的负电流入,那么我们的银接在二氧化千,所以表示电子是从银流入二氧化千,所以选项C呢,也是错的,那么我们在电镀实验的时候,我们的正极这边呢,是我们的银会变成银离子, 那么我们的负极这边呢,是银离子呢,会变成银,所以一边生成银离子,一边消失银离子,所以银离子的浓度呢,不会发生改变,所以呢选项株呢,也是错的,那么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在铁片这边呢,要能够长出银,银离子要跑过来,得到电子变成银,所以选项A说,银离子朝铁片移动是对的, 所以第23题问我们说,关于本实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A,电镀朝中,银离子往铁片移动, 我们说,关于本实验下列叙运,电子变成银离子,